今天分享的主要是断劲 很多人在练习行义拳的过程中 他意识不到 我模仿一下他们的动作 一 二 三 他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是断劲的 你像他这个手从腰间拿到胸口这一下 一 当你摁住我的时候 他根本拿不出来 根本抬不上去 第二 从胸口往前起钻的时候 人家顶住 你根本钻不出来 你一钻就站不住 所以其实从这个角度 一 二 这些劲都是断掉的 都是散的 在劈的过程中 手从肘肩劈到前方的时候 对方顶住 你根本劈不出来 你一使劲就和对方的顶 所以他整个用力习惯都是错的 但是其实我们现在这些人 还一直以为是对的 实际上在古代人练习行义拳的过程中 他没有这个停顿 我们这一停顿就造成了断劲 三个过程全部不对 那你怎么能练出功夫来呢 什么是对的呢 你要身上有劲 上云翔形象的把这个劲叫massage 什么叫massage 首先在手从腰间到嘴的时候 当对方按住了 你得有劲 你得能把手从丹田拿到嘴 这时候对方按 这不就倒嘴了吗 正好其实你随着腰身 随着身体的旋转 叫massage 已经到他脸上了 当就一圈就打出去了 所以这个劲是很多人身上没有的 所以导致了人家按住他 他根本抬不起来 好 接下来从嘴到前面这一下 当对方按住之后 你得能够偏开对方的劲 把对方发出去 你得有这个能力 这都是身上的劲 我不能做得太清楚 因为毕竟是免费宣传 第三从起劈 从这里到这里 你这就顶住了 你没有身体 你身体的这个劲 对方顶得住吗 一转就打对方脸上去了 包括哪怕是硬皮 硬皮接住之后硬皮 你身体一转就把对方放出去了 所以关键是 你身上的这个劲 你到底有没有 那为什么大家还有错误的理解呢 其实如果他们加一下我们的微信 看一下我们免费的80个体验课 有可能就明白了